天津大學教授張浩 龐衛等人 因盜竊美國公司技術2015年在美國被捕 起訴書披露張浩等人將盜竊來的 美國無線技術發給天津大學 美國公司投入大約20年時間 5000萬美元經費研發這項技術 可用於過濾手機和軍事通訊中的電子信號 《華盛頓自由燈塔》週二報導 2015年 美國以涉嫌經濟間諜和盜竊商業機密 起訴了張浩 龐衛和其他四名中國公民 張浩和龐衛在美國讀博士期間 研究博摩體聲波携震器 該技術採用無線信號電子濾波器 允許發送和接收僅針對個體用戶的特定通信 而不受電子干擾 這項技術在軍事和國防通信中廣泛應用 畢業後 龐衛和張浩分別在安華高 和斯嘉遜科技公司任工程師 龐衛入選了中共的千人計劃 2009年 兩人從美國公司辭職 接受了天津大學教授職位 其訴書披露 天津大學利用龐衛和張浩 從美國盜取的商業秘密 建造和裝備了最先進的 駁膜體聲波携震器製造設施 情報人士透露 天津大學被認為是中共軍隊發展 和獲取外國商業和軍事技術的前沿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名譽 綜合報導